各位觀眾,我持續帶您關心凱米颱風的最新動向 那麼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花蓮的市區 那麼就在今天的時候呢 凱米颱風是正式的在宜蘭的南澳這邊來登陸了 因此在花蓮市區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非常強的風力以及雨勢 像是你透過鏡頭也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路邊的露樹是直接不敵強風 有樹枝是直接硬生倒地 是遮到了整個人行道的部分 那我們鏡頭呢再往後看 其實這樣的情形呢到處都有 可以看到呢在這個路邊的有一個攤商喔 他的招牌也是直接被吹落了下來 幸好是沒有砸中這個下方的汽車是完好的 不過呢在對接另外一個鏡頭又可以看到了 在這個店面呢他原本有一個招牌喔 也是因為不敵強風的關係 也是整個直接被吹落 而且也是波及到了旁邊的摩托車喔 那除了不只是強風呢 其實全 花蓮市都是有類似這樣的情形 除了有路數倒塌啊 招牌被空中被吹飛啊 還有餐車被吹到路上去 這樣的情形都是非常多的 那麼今天清晨的雨勢呢 其實相較於昨天晚上是有趨緩一些的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啊 這個凱米颱風它現在的這個結構是受到這個地形的破壞 因此呢氣象鼠呢也將它從這個強烈颱風轉弱為這個 定義為這個中度颱風的等級 那麼它現在的位置呢大約是在這個桃園新屋的外海的部分 不過還是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凱米颱風的外邊環流以及暴風圈呢 還是持續的影響全台 所以這段期間還是不能夠輕忽了 那麼以上現在就請先把時間盡頭交換給朋友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